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中国的本土的企业规模不断壮大 不管是技术还是市场占有率都是越来越广 而很多的中国人也不再意味着追求德国制造 转而选择更加理性的中国产品 虽然德国一直被称为世界公认的排头兵 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的壮大 如今的德国制造在中国市场已经失去了信心 所以趁早撤离也是未上策 不然只会越来越不景气 面对着德国企业的撤离 很多网友也发表评论 趁撤得好 做生意本来就是你情我愿 而德国撤离中国市场 中国也没有必要去挽留 小伙伴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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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